有人让我谈谈日元贬值 我觉得也是到时机了 什么意思呢 中国和日本最终的国运对决再次一战 这个重要性我已经升高到这了 我觉得这一期你是必须要看了 什么意思呢 日元贬值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 针对亚洲经济 它在配合美国的收割 那中国作为RCP重要成员 那么亚洲如果被收割 那么日本如果帮着美国对亚洲进行收割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一定是不利的 中国的国粤与这次日本这么无耻的行为 我觉得咱们中国要什么 要坚定下来 这次必须要赢 战胜日本人 有人不明白 我给大家把这个从头到尾把这个逻辑给他捋顺 最近的日元贬 很多人呢 这个也看到这个情况啊 有些人这个其实我原来呢 给大家谈过一期啊 日本经济本身出现出现这种结果 但是日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啊 他其实还是这个东亚文明啊 他顺势而为 他什么意思 他是看到了美联储 今年五月要缩表啊 这个预期他是挡不住的 那么日元啊 中了美国的这种 等于是这种叫悉心大法吧 那么未来的资本一定回到美国啊 那疯狂的回流美国这些资金 对吧 那外汇汇率一定是跌的 那未来这个下跌 那挡不住的话怎么办呢 对吧 美国当年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啊 作为最佳避险资产的日元啊 在那一轮的这个危机中啊 显然是什么啊 显然是这个 扛住了美国这个啊 这个习行大法 但是呢 这一次啊 今年二月份突发爆 突然爆发了俄乌冲突 还有这个全球的这个粮食啊 油价上升啊 也说粮食自给率只有现在37%啊 能源自给率只有11%的日本 几乎是没有任何退路了 他看到了自己没有退路 那既然把他逼到这怎么办呢 顺势而为啊 对于日本几乎是毁灾灾呢 所以很多资金其实也是要逃离日本的啊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啊 就顺势把日元一步贬到位啊 我觉得呢 这个日本其实不傻啊 他其实什么呢 他省弹药啊 他不愿意浪费自己的弹药来维持所谓的汇率 他是趁着现在全球经济形势还是可以的情况下 就是他还有一定个份啊 怎么办呢 美联储现在尚未落地 对吧 缩表还没落地的时候 这个时间节点怎么办 让日元一次跌到位 高升预计是他能到180啊 那一次性地到位啊 就把没来得及逃离啊 这个这些日本的这个外资啊 直接闷杀在日本啊 然后呢 逼什么逼全球 尤其是亚洲国家跟他共进退啊 换句话是什么 他是快速一次性贬值 日本的一次性快速贬值什么 让这些想逃离的资本 他得先卖掉啊 卖掉之后把日元换成外币走 但是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来不及了 所以日本是什么 日本是非常狡猾的 他是等于是把这些外资全部啊 很多中国人在日本有房产是吧 这等于是被彻底的 就就闷在日本这了 那共进退啊 都要我死你也得死 就这意思啊 这是第一步啊 由于日本央行没有浪费他的外汇啊 去护这个汇率 那么当前这个来看 他还有外汇存余 所以未来的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啊 这些油资炒家也不敢跟日本央行啊 这个对抗 就搞97年的一套 对吧 逼着日本政府保会市啊 保股市啊 进行选择啊 所以日本央行保留了弹药 这样我干脆一次性给你贬值 然后呢 让你们所有人都跟着我攻击吞 你看这损啊 日本人呢 没有时间在这犹豫啊 现在很显 时间很紧 五月份马上到啊 他给自己果断的阉割了啊 我觉得这个招就是阉割 他所谓的顺势而为就是阉割啊 没毛病吧 既然这个 这个被人抢了 是吧 被人劫了 是吧 那就倒地吧 倒地享受啊 啊 有霸儿有霸儿 没办法 没事 淹了 实际什么 他是为了应对美国这个啊 美国这个 这个 无限量的 这个 吸全球的啊 这些资金啊 那怎么办呢 就淹了啊 窥发包给 是吧 看到了 没办法 只有这招最狠啊 这招其实啊 我刚才讲了 他第一步是什么 要把这个在日本的资金先困住啊 跟我攻击吞 第二步什么 他快速贬值 就这意思啊 把你截掉啊 把你截断啊 你不能跑掉了 第二步 我觉得最阴险的 就刚才讲的 对中国 尤其是亚洲国家 他这个什么 是在帮美国啊 对亚洲国家来说 现在是面对美国加息缩表 所以日本人又在背后开始对亚洲国家捅刀的 尤其中国啊 亚洲各国呢 都与日本有复杂的产业链联系的啊 所以日元贬值 那亚洲各国呢 现在对日的出口利润有可能降低了啊 出口规模也会大幅下滑 这个时候 加上日元的贬值 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 抑制 他的啊 进口 那么就使得亚洲各国的外汇啊 就会像什么 像日本 啊 向外流 是吧 那也说 现在有大量的这些亚洲国家的外汇正在往外流 往外流流到哪 不也管流到哪 都是奔着美国去 他是不是在帮美国 把亚洲国就通过日元贬值什么 把亚洲国家的钱都什么都流向啊 都流向美国啊 对吧 日本在海外的投资规模是啊 这个十万亿美元级别的啊 他的亚洲占他这个比较大的大头 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大大多数投资都在亚洲 汇率下行是有利于日本企业高价甩卖他的海外资产 理解吧 什么意思 跑了啊 把亚洲都包括海外的资产开始甩卖啊 掩护什么 日本资金从亚洲各国撤资 为什么亚洲各国撤资 美国那边加息了啊 美国加息你 这个所有人都看出了亚洲是不是 马上要被洗劫呢 我赶紧跑啊 对吧 越南呢 是吧 应该听一听吧 是吧 日本都跑了 美国加息日本先跑 这是不是就在日本日元一贬值 是不是掩护他们尽快卖掉资产跑掉啊 对吧 实际就是跑啊 现在不跑 等到五倍分加息的时候想跑都跑不了 对吧 现在就赶快卖 赶快卖然后清掉 然后赶快跑啊 掩护日本的在亚洲的各国资产撤退 基础啊 是亚洲的资产撤退啊 换句话是日本人在帮美国洗劫亚洲啊 这应对美元这个吸血 你看啊 包括这个啊 越南的股市也在涨 是吧 背后其实就这股力量啊 在高位就抛完了 那外汇出口罚离日本投资撤离那美元的加息缩表还有能源价格日益高长你看所有因素加在亚洲经济上是不是亚洲有可能垮掉那么在某个适当的时间点会不会啊由日本来点燃啊这个这个经济危机呢对吧 那么再配合地缘紧张包括未来的朝鲜半岛台海又是97年的金融危机会不会再次在亚洲重演呢对吧 所以咱们中国一定要谨慎啊 啊 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要守护住亚洲 但是我觉得啊 先得把自己的这个啊 自己的内功量啊 简而言之就是日元汇率暴跌 他要重创那些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型的啊 这些国家啊 你我我再重新讲啊 知识元暴跌就是在重创那些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型国家 这些国家主要就是在东南亚啊 什么什么越南呢 对吧 啊 包括这个泰国呀 对吧 马兰西亚呀 对吧 印尼 这些国家都是啊 就靠日本投资 然后呢 出口拉动 这些现在资金在往外跑 你看这些国家是完蛋了 这样的话有可能引发各国啊 都是开始竞相贬值 对吧 这样各国都竞相贬值 大家知道啊 现在中国加入的是RCEP RCEP刚刚形成之后就开始日本人对RCEP动刀了 对中国动刀了 这就是RCEP大市场有可能会受到重创 日本人坏不坏啊 他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啊 居然是在帮美国干这个事儿 那拜登政府花大力气推翻日本的二阶派 还有韩国进步派政府啊 这是啊 这都有政治目的啊 目的是什么 他频频在让台湾 对吧 让日本靠近台湾啊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准备发动一场地缘政治冲突 让什么 让亚洲的金融危机彻底被日本点爆啊 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要让日本来收割亚洲 然后从日本手里把这笔钱拿走啊 他应该就在亚洲准备来有点大的啊 应该是跟欧洲一样来把大的啊 搞不好就什么呢 就是啊 这种乌克兰冲突啊 台海中都有有可能类似的啊 有收割亚洲的资本啊 那最不这个刀是谁呢 日本啊 与此同时日本的产业结构啊 和这个中国很相近的啊 这样的话这个日元一贬值 人民币现在是在升值啊 那竞相一笔 是不是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就上去了 对吧 那相对于中国制造来说 日本的啊 这个以前啊 以前的这个竞争力不强 就是他这个价格高 现在他通过啊 这个行动对吧 启动贬值 那加速了资本的外逃啊 那么他自己什么 自己这个出口竞争力提高的时候 会不会什么呢 压缩中国出口啊 他抢中国出口份额 那中国如果仅仅当下 还像2000年万元之后 依靠出口动力的话 那完全是就要像东南亚国家一样 有可能要爆掉啊 那中国幸好什么 统一大市场立刻转变啊 非常快啊 那中国有可能面临的就啊 我之前谈了 中国如果不尽快转变啊 如果这场战争 咱们统一大市场 如果啊 这场战斗不尽快进行 就国内的啊 不过不尽快进行的话 日本的判算就是什么啊 你的出口 如果是被我日本抢占 那你出口外汇收入就会减少 这样的话 如果未来美国加息 资金外流 那么会逼着啊 启动你的本币贬值 加速这种资本外逃 那么加速资本外逃的时候 会引发你中国的房地产 股市的泡沫破灭 换句话说 日本人在干什么 通过自己的自杀啊 这就是自攻啊 欧洲自攻之后 日本也自攻了啊 自攻什么意思 就是练科技啊 告诉你啊 我有本事啊 我多厉害 是吧 什么意思 就是现身啊 给美国现身啊 把你中国的房地产 股市泡沫啊 捅破 跟你中国嘛 对吧 给你中国捅刀子啊 非常清晰啊 这种恶意的贬值 那现在是100日元 换5元人民币 这种啊 大幅贬值 就推动了日本制造啊 趁中国多个啊 这个 现在日 现在中国的很多 这个 像什么上海啊 对吧 江苏啊 对生产重镇啊 都停摆了 你现在停摆 那订单 是不是就可以跑到日本去啊 我日本贬值啊 所以中国这场战斗啊 包括什么 一个是你统一大市场的战斗 一个是你抗议的战斗 必须要赢 而且要尽快 没毛病吧 为什么你的订单 不能让日本抢掉啊 抢掉之后 他刚才那个盘算 是不是就得逞了 对吧 所以他用低价 日元贬值 趁着你中国现在停摆 低价抢你市场 这样抢夺中国出口市场 到五月份啊 如果中国没有摆脱 疫情在上海啊 江浙一带 那随着美国大力加息缩表 那外资流 外流这个压力骤 骤增 上海如果还有疫情 你到五月份 如果还没法恢复的话 那么整个的经济体的信心 当随着外资撤离 你将一定会不可逆 这种打击一定不可逆 信心不可逆 所以你说上海保卫战重要不重要 必须要赢 再说一遍 上海这场战斗 必须要赢 而且要必须尽快复工复战 抢夺跟日本的订单 一定要跟日本 这也是咱们中国人 对日战争 我觉得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战争 实实在在 货币战争已经开始了 他在抢你的订单 必须要干掉它 那大家知道 日本这一跌日元这一跌 其实损失未来的针对目标 就是中国 他现在在利用美元的抄袭 大家知道 他在利用美元抄袭在什么 当一把刀来收割中国 他跟着美国一起 在对亚洲进行收割 只不过日元下跌 对日本也是一把双刃剑 他现在会进入一个 他会进入一个提升 本国已经高企的能源和粮食价格 这么一个通道 就是他日元贬值以后 由于他是个粮食能源高度于来进口 所以他也会导致国内的粮食能源价格上涨 那就得忍受 所以咱们中国和日本拼 日本也是有极限的 就是他粮食和能源价格会在日本国内要涨 那这个时候他能不能承受住 你看双方战争开始以后的拼 就拼这个 中国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你得让上海尽快开工 把订单抢回来 疫情尽快控制 而什么 而这个日本拼的是什么 我得忍受 这个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 接下来美元的加息周期中 中国如果能够确保从邻国 比如说俄罗斯能得到折扣粮食和能源 那就一定会赢日本 中国只要能保证从俄罗斯获得粮食和能源 一定能赢这场战争 这是咱们大体上分析 没毛病吧 对吧 那现在看这个趋势应该是确定 俄罗斯愿意以任何价格给中国有 对吧 粮食也不用说了 对吧 所以这点看呢 日本和中国拼 我觉得日本胜算不大 这样的话 咱们中国只要保证CPI稳定 还有对周边各国的制造业 咱们有巨大的优势 所以只要把订单再抢回来 这样打一个持有战是完全没问题 日本不敢跟中国拼到底 持有战打拼不到你 但是每一次危机 其实都是全世界各国地位的一个洗牌 对吧 你看08年之后 什么 巴西啊 包括南美啊 包括土耳其啊 很多国家就沦落了 对吧 尤其中东啊 对吧 中国崛起了 那这次危机之后 会不会日本欧洲沦落 中国又又上一个台阶呢 对吧 所以啊 这次欧冲突也是 也是持继啊 也是持续这个把这个危机推向高潮 一批一批的国家有可能就彻底就真就沦丧了 日本这一步这一步险期我觉得啊 能源价啊 这种能源价啊 保证持久战啊 能打 日本现在也在想办法 想折啊 但是很可能欧洲啊 他拿不到欧洲也没有油 没有粮食啊 这这个啊 就了解沙特也是啊 沙特也是提价啊 那只有美国 美国能给他折加油吗 也不可能吧 所以很显然这种持久战 日本啊 其实打不起啊 咱们这一代人很有幸啊 咱们啊 咱们抗日战争没经历啊 但是这一代人咱们 这个我觉得这一代人能够击败日本就这一战啊 如果这一战在这次经济危机 全球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中 如果中国的彻底击碎日本啊 把日本碾压下去 那么中国一定是什么啊 是从这个之后就是彻底的把日本踩在脚下了啊 咱们从所有的逻辑看日元的贬值 他如果这一战失败啊 日元贬值这一战失败 他没有任何能力再回天了 所有他所有的精力全耗尽了 因为他所有的海外资产全抛掉了 这其实就是日本在什么啊 在最终的赌局啊 我觉得日本在啊 在边大啊 叫什么 要杀掉亚洲所有的经济体啊 把这些所有经济体杀掉啊 然后送给美国啊 啊 既希望于美国未来能保证日本啊 这个地位 但是咱们中国在 所以中国如果能顶住啊 日本这次屠杀亚洲的啊 这种动机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行动都挡在啊 挡在这个呃 他的计划以外啊 咱们中国如果能顶住的话 那亚洲如果经济能够啊 能够顶住啊 那么日本将无力再恢复以前的地位了 日元贬值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什么啊 变成一个啊 永远永远的自由落体了啊 他无力再回来了 他赢了 他有资本再回去 他输了 他就再也没有资本了 他海外在卖资产啊 所以可以想一下啊 日本人这一次玩的这么大 咱们中国人绝不要客气 就借这个机会彻底的把日本啊 尤其是日本这个啊 我觉得这个日本应该是 呃 他80年代89年啊 80年代末吧 超过这个人机率超过美国之后啊 最狂的时代到现在40年 应该是日本这个在赌最后的啊 一口气了啊 跟普京一样也要赌最后一口气 但日本的胜算是非常小 啊 咱们中国只要把这一仗赢了啊 我觉得日本就彻底的被中国碾压的 就以后啊 未来的世界啊 世界是没有日本啊 就是什么日本作为发达国家 这个概念 没有了 不存在了啊 就是永远就是不存在日本 是作为发达国家概念啊 他是在排在中国之后啊 他就作为一个发展国家 或者有可能变成个第三世界国家了啊 什么东西都没了啊 就变成一个啊 变成一个 类似于今天的什么呢 类似于今天的这么一个啊 巴西啊 阿根廷啊 这种国家 啊 这种长期非常 在陷阱中 债务陷阱中苦苦挣扎的国家 他未来就是这么状态 啊 看着好像还可以 但实际是什么啊 进入之后你就看到啊 到处是陷阱 所以咱们中国这一战啊 我觉得啊 咱们中国人一定要稳住啊 去 沙论 刚才听到 我给你吃的 给你吃的 觉得 这种东西